這剩加油喊的正天響 郭台銘一號指導板橋侯友宜本命區 参与計程車司機年度餐會 平拔樁 基層這回不挺喉 恐怕事出有因 600變成510那個收據 問獎拿著新北市公務員 因供搭車簽單到車隊換錢 但明明車資是600元 卻被打折只能拿510元 還不能有收據 恐怕因為這些動作都已經違法 根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申請核准經營辦法 業者提供優惠 不得要求駕駛人負擔 議員爆料基層車隊 在台北市早有開罰記錄 但新北市政府8月來獲得陳情 卻未積極處理 2020年來問獎還被雙重剝削 那本處也積極在電話中請司機提供相關的佐證資料 因為司機沒有據名也表示手上沒有相關的資料可以提供 新北市府又推司機沒明確證據難以處理 但問獎礙於合約不得聚在新北公務員 接一單 賠一單遭雙重剝削窘境 如今只能敢怒 不敢言